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李翔老師 來我們今天來看一題指數的題目 來如果今天x帶0 且滿足x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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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窮多次方 來很多同學看到這一個 尤其是在你們在學到指數對數的時候 這種題目有點 尷尬就老師這什麼東西呀 來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疊 代逆次 什麼概念 比如說2 我問你喔 2的4次方這個你會嘛 對不對 這個代表幾個2 這個4代表個數 這個4代表個數 代表4個2 做相乘 那有同學會問喔 老師 那如果今天我把這個4寫在前面怎麼辦 如果我把這個4寫起來怎麼辦 來這個就叫做一種疊代逆次的概念 很會疊代逆次來這個 2這邊要寫成 2的 2次方 再2次方 再2次方 就像你一直蓋高塔一樣 就像你一直蓋高塔一樣 OK 所以 這個4寫在後面 這個代表指數的概念 這個4寫在前面 代表4個2 這樣疊起來次方 很像在疊高塔一樣 這種 指數塔的概念 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台中英中 他的段考的加分體 蠻早期選的 來我們看一下 Ax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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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無窮多次方 會等於2 怎麼辦 來 重點 各位同學 你要懂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叫Infinity 代表無限大 何謂無限大 無限大不是一個數字 它是一個符號 它是一個概念 代表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數 大到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 一個明確的 指出 比如說 你說一兆好大嗎 沒有 無窮大比一兆還大 比你所想到的任何數字 都還要大 那問你 減1呢 少1呢 你有很多很多錢 假設你是 譬如說全球首富 不管是 不然是比爾蓋茲啊 或是 就算是郭台銘好了 掉了一塊錢 對你來講有差嗎 其實沒差嘛 對不對 你掉了一千塊你也沒差 為什麼 因為 你每一年不知道賺多少錢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以後工作就跟在郭台銘後面 等下掉錢就撿錢 不好笑 OK來 那所以 那我們想法是這樣子 來 既然這麼多不會 問你喔 Ax的 這麼多 無窮指數塔的概念 它會等於2 那怎麼辦 既然你有這麼多層塔 有無窮多層塔 我掃一層可不可以 我掃一層可不可以 你看喔 再掃一層 那其實 這一大坨答案多少 這一大坨答案是不是 還是2 所以 馬上就可以得到 Ax 這一坨答案還是2啊 你掃一層還是2嘛 Ax平方會等於2 所以 Ax的答案會等於多少 正負 更號2 來各位同學 你看一下 因為Ax是正的 所以麻煩你 我們取正的 所以這一題答案 Ax 等於更號2 你會了嗎 OK 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到這邊 喜歡同學 訂閱 分享 拜拜